戰彈教育總共分為九戰 在九戰途中也會加入 TNT爆破及機槍空爆彈射擊 以達到模仿戰場情況 提升出生的戰場抗壓及心理數值 針對壕溝我們的高度大約為2米 危險性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種課程多加練習 在通過V型T的時候 會先請它先抓緊之後 確實針穩之後才會讓它再做下一步的動作 在作戰時也是要需要掩護 所以不可能說一個班就全部往前滑 一定會有3-5掩護 1-2-5或是2-5交互掩護 才做終極前進的動作 新兵可能在跑到後面的時候 因為可能體能上不足 要保守位置 變成說可能1-5的跑到2-5去 1-5就變成只有兩個人 那2-5就可能有四個人 然後會變成是卑右兩個活力不足的軍長 針對性命體能不足的部分 增加到第八捷克 加強他們的體能訓練強力 墓墓前進 然後過鐵絲網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大家爬得其實都滿沒有力的 然後但是互相就會跟對方說加油 然後讓彼此有動力去往前進 一起度過這個算是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難題觀點